第981集 男人的本质 听着动静 桑小彤睁开了眼 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居然当着自己的面 哎呀 做这种羞羞的事情 真是服了气了 虽然桑小彤也是口干舌燥 而且感觉到嗓子极不舒服 可他依然忍着 一直到这对男女完事 才装着慢慢地苏醒 到了吗 早到了 看你睡得香就没叫你 光在这里等你了 顾可可有点心虚地说道 桑小彤忍了忍 没说出来 心里说 光等我了 你们自己也没闲着吧 但这个话不能说 默不作声地拉开车门下了车 进了家门之后 见到莫小鱼也跟着进来了 惊奇地问道 啊 你晚上也在这里住吗 关你什么事 处理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不要管那么多闲事 啊 闲呢你是 莫小鱼没好气地说 此时顾依依见莫小鱼来了 高兴地冲了出来 一下子抱住莫小鱼的脖子 阿哥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告诉你 我有重大发现 走走走 我和你说一下 顾依依根本就没搭理顾可可和桑小彤 拉着莫小鱼静直去了自己的卧室 哎 什么发现啊 他们怎么来了 顾依依嘟着嘴看向门外问道 我不知道 我就是来拿点东西的 我明天呢要出国一趟 顺利的话 一周之后回来 你在家里老实点啊 听你姐姐的话 别惹事 听清楚了吗 阿哥 我什么时候找货了 总是对我不放心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姐姐那样让你放心啊 顾依依撒娇等 行了 还是说正事吧 你看出什么来了 你给我的那本书 我半懂不懂的读了一点 我发现特别有意思 而且这里面记载的东西 比我姑姑教的要全面多了 嗯 但是有些东西我还是不懂 也没有人能教我 所以你能帮我办一张国家图书馆的借书证吗 我准备超过周末 去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借书 我看看那里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顾依依虽然顽皮啊 但是做起正经事来一点不含糊 你一个人去北京啊 莫小玉不放心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我可以等你回来一起去啊 我还没有去过北京的 顾依依顽皮的说道 那好吧 那等我回来吧 我呢到时候带你去 顺便再看看京城的一些大学里 有没有研究这方面的教授 到时候可以请教他们 莫小玉说道 这样也可以吗 你不是说这本书要保密吗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就是一本书而已 他们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但是对于你这样有底子的人来说 那就不一样了 莫小玉说道 桑小童进了顾可可的房间之后 一头倒在了床上 一言不发 别难过了 其实那个文家昌我早就和你说过 不靠谱 官二代有什么本事啊 真没想到 连个学龙会的副主席都是找人找关系弄上去的 这样的男人分手就分手 没什么可惜的 顾可可劝解道 哼 你说的轻巧 那可是我的初恋 你知道吗 初恋呢 他毁了我对爱情的美好希望 我算是死心了 也好 他让我认识到什么是男人了 桑小童无奈的说道 哦 你想明白了 那什么是男人啊 男人都是王八蛋 没个好东西 桑小童气愤的说道 哦是吗 那你的父亲呢 他不是男人啊 你 顾可可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桑小童不满的说道 不是我想气死你 而是你以偏概全了 你说的太绝对了 其实嘛 男人嘛 很简单 对你好的男人就是好男人啊 多简单的事 你就想不明白 非得搞那么复杂 有啥意思啊 桑小童一听顾可可这么说 立刻坐了起来 一下子搂住了顾可可的脖子 在他耳边小声问道 说实话 你和莫小鱼 是不是都生米煮成熟饭啊 顾可可一听他这么问 立刻想要挣脱开 但是被他搂得死死的 在他耳边继续问道 你说不说 顾可可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以前你是一个多高傲的人啊 居然能容许这样的事发生 他和依依可是有那种关系啊 你怎么还能 我愿意 你管得着吗 顾可可一句话给堵了回去 是啊 我管不着 真是不知道莫小鱼哪里好 居然能让你那么死心塌地的为他现身 而且居然 居然还在车上做那种事情 我真是服了你了 桑小童终于没忍住 说了出来 你 你没睡着啊 顾可可失色的 我开始时睡着了 但是到了后来你们都有动静了 我还能睡着吗 桑小童白了他一眼 问道 顾可可这一下想把自己脑袋钻地缝里 奈何这铺的是地板砖呢 根本就无缝可钻 顾可可忽然发现了桑小童的手腕上 居然戴着一个很漂亮的镯子 问道 诶 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个镯子呀 真漂亮 啊 别人送我的 诶 你猜是谁送的 桑小童摘下了镯子 套在了顾可可的手腕上